接着呢我们来说说世家大族的故事 所谓的世家大族根据课本的定义是 世代当高官的知识分子家族 这个定义挺中肯的 可是他们跟原来的贵族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边给各位一个历史知识 在秦始皇之前中国是有真正的贵族的 贵族的基本定义是 根据血统传承家族的财富土地名誉 还包括爵位哦 但是呢 氏族虽然跟贵族看起来很相似 不过他们并不能真正的靠世袭 只因为血统就传承自己家族的身份地位名誉 还有土地不行的 这不是分封制度的时代 氏族是在皇权强大的时代 地方上的豪强 藉由对政府权力的分润而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 他们之所以能够富贵 靠的是皇权容许他们富贵 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让皇权同意 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实际上的人口跟土地 当然了 这并不是一处而起的 我们稍微捋一下这个背景 首先呢 汉朝曾经独尊儒术 各位应该知道吧 汉武帝独尊儒术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 他总要打开一个让儒者可以当官的通道 这个通道就是通一经以上者可以为官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读书做官在中国形成传统的一个开端 那现在问题来了 读书做官 那是不是大家都能读书大家都能做官呢 不是 原因是因为这个时代就连造纸术都还没有普及 要知道这是汉武帝时期 虽然说到后来东汉时期造纸术普及 但是印刷术还没普及 所以此时的书是很贵的东西 你常可以读到这个时代的名人 小周周家里穷 有些人会去别人家里借书 而且能把这件事情当成重要大事记下来 奇怪了借个书为什么好记录的 因为那个年代的书是很稀有的 更重要的是 经书可不是你自己读就能读得懂 不信各位现在随便去找找 不要说十三经 你把罗云翻出来 没有翻译 你能读懂每一篇的内容吗 罗云算是当时的入门级读物 五经的难度比起罗云是高出十倍不值 没人教你 你是读不懂 所以一方面是教材本身不容易取得 事实上中国的社会普遍读书 要等到宋朝以后才有可能 在唐以前能读书的基本上家里都有点钱 否则根本没书可以读 再来是要有一个老师教你 所以师承关系非常重要 这边顺便提一下 多年以后 韩玉在唐朝的时候写过一个诗说 他感叹诗到伦上 奇怪 为什么唐朝的老师地位 会比汉朝跟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老师地位低呢 老师地位不是应该越来越高吗 这其实很现实 这里考虑到的是老师的作用问题 在汉朝 这些儒家的经书的见解 字音字意 隐身含义 后面的那些解读 就是你今天在国文课学的那些东西 那可都是绝学 更重要的是 那些都是不公开的 你今天可以在网络上看这种公开课 可以去书店买参考书 到学校去上课 那个时候 穷人家子弟是完全没有这种机会的 因为懂得这些学问 可以直接成为认官的资格 那谁会把这种当官的特权让出去呢 所以虽然看起来 大家都可以靠靠读书考试当官 但是本质上 它还是被垄断在大家族当中的 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 就是久而久之之后 只要能够通儒学经典就能当官 但问题是只有世家大族 只有当官的 家里有钱的人 才能栽培自己的子弟 延续这种当官的传统 所以久而久之 当官的权利 就永远属于那些经学传家 累世为官的大家族了 这里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把刘备年轻时候的履历看一下 你就发现 他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贫穷 因为刘备年轻的时候 是跑去卢池 卢池是当时的经学大师 去卢池家里学习经学 他的同学是公孙战 你想想看 卢池是部长级的人物 公孙战后来是熊霸一方的地方诸侯 刘备能跟这些人当同学 能够拜进如实的门下 他家里能够是穷到 在路边卖草席卖草鞋的吗 这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接着来说说九品官人法 所谓的九品官人法 其实应该叫九品中正式 只是九品官人法念起来超级顺 所以我们现在就习惯上 称为九品官人法 它的内容是这样子 曹魏时期 陈群建议 陈群是上书 就类似今天的行政院院长 或是国务院总理 他建议呢 以人才的家事 才能跟德行 德性 作为品评的标准 其实主要是看家事 因为没有家事 后面两个有也没用 然后呢 分为九品 作为认官的依据 这就是九品官人法 或称为九品中正式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啊 这个品评 并不是什么客观的标准 他甚至 不要说什么用考试啊 他甚至没有一个那种什么 什么中国达人秀啊 什么台湾好声音 中国好声音那种的 有一个公开评选舞台 没有这回事 他是指派 氏族担任中正官 每一个地方的氏族 担任本地的中正官 他负责年年推荐 当地的优秀青年 然后成为 中央政府品评标准中的人产 也就是说 取消掉了汉潮那种 还要进入学校读书考试的过程 直接从推荐就当官了 那你可想而知 那这样还能推荐谁呢 当然是推荐那种家事背景好的人 一方面 确实也是这些人才有可能是人才 毕竟这是一个没有公开教育的时代 大家都是文盲 你文盲你能人才到哪里去呢 再者啊 推荐家事背景好的人 他也才能顺利当官 毕竟他有关系嘛 所以只要运作个几十年 就能形成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氏族的现象 这其实也是朝卫能够成功创卫 取代汉潮的根本原因 曹操就是一个绝不接受九品官人法的人 他认为啊 用人为财 曹操不是说过吗 为财事举啊 我才不再问你品德怎么样 有本事就行 所以曹操跟这些四家大族 其实是明面上合作暗地里对抗 但曹操不一样 曹操一上来就直接用了九品官人法 换取士族 承诺他称帝 所以九品官人法实行之后呢 就确定了东汉以来士族势力的发展 也使得魏晋南北朝 从此变成了一个 讲求身份背景的士族社会 因为这一套玩意儿啊 会不断的自我复制 上一代的官员会产生下一代的官员 永远都是这个家族 所以穷人永远都没机会当官 在这三百多年之间 世家大族 不管在南方的汉人社会 还是在北方的湖汉融合社会 都是政权的主体 想跟他作对的 下场都凄惨 即使是将近两百多年之后的隋阳帝 隋阳帝也想跟这些士族作对 那下场也很悲惨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化解掉这些士族呢 那要等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战乱 对 就是安禄山的安史之乱 所以才会说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的真正转折点 我们来稍微评论一下士族的特权吧 首先第一个特权是可以无条件的当官 只要被评为中上品 就有官可以当 而且是根据品评的等级来分配官职 所以呢 贵族的身份是可以不断的自我复制的 只要你的家族是可以评为上品 那你就永远都会当大官 第二个 这个时代啊 人口少 土地多 所以呢 国家其实是愿意把土地分给官员的 西晋有个法令叫暂填令 允许官员用自己的官位等级 来跟国家领取土地分配 其实是因为如果不分出去这些土地 也是荒地没用啦 但是呢 如果你把土地分给了这些士族呢 他们就用各种方法减免负税 又免除劳役 也就是说他们拿了国家的土地 但是他们既不缴税也不当兵 你可以想见 为什么魏晋南北朝的皇帝这么弱势 不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 要杀谁就杀谁 很简单嘛 因为人口跟土地都不在他们手上 他们要对谁耍威风呢 再来 既然世家大族的身份 是保持这种特权的唯一管道 唯一的考量 那么门当户对就成为这个时代 唯一的社会规范 因为社会上的阶级决定了 金钱 地位 权力 财富这些事情的分配 那当然是不可以动摇 所以每个人对于谁是属于什么阶级的人 其实都非常明白 士族跟士族之间也会比较彼此的门第高低 那更别说士族跟一般人 所以就出现了一些什么王谢元宵 朱章顾禄 这些第一等级跟第二等级的大姓 他们彼此之间还会各种排比 但他们对外一概都是团结 他们不允许任何的平民来染指他们的特权 这里说个有名的故事 南朝的时候其实就两朝 出身寒威的胡人将领侯景 侯景在北方政治斗争失败 逃到南方来 他逃到南方来 后来基本上算是净身出户 就是带了几十个水虫就来了 他逃到南方来的时候投降 他向皇帝请求说 可不可以帮他跟姓王的 跟姓谢的家族求婚 这说明侯景是很懂规矩的 因为王姓跟谢姓是南方最强大的士族 如果能够通婚就代表他这个胡人将领 能够融入南方的贵族社会里面 那这样一来他在南方安身立命就没问题 那为什么他请求通婚呢 他老婆呢很简单啊 因为他在政治多人中失败 全家都被杀了 但是皇帝说啊 王谢这种门第呢 不是你可以求婚的对象 事项点 如果你愿意呢 我可以帮你到姓朱跟姓张的家族里找找 意思就是说啊 你够不上人家低等 人家看不起你啦 你往下找找还有点机会 这一方面说明了呢 王谢跟朱张不是同一个等级 再者也说明一件事 连皇帝都不能挑战这种 世家大族对身份地位的看法 当然啦 这件事情的下场其实挺悲惨 因为没有几年啊 侯景就造反 最后就把这皇帝梁武帝给弄死